诸位菩萨晚安 欧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介绍 欧弥陀经 今天呢 我从这一段来跟诸位菩萨 讲一下 又设立佛 彼佛国土常坐天月 黄金为地 昼夜六时 与天曼陀罗花 祈土众生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甚重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即以时时还道本国 饭食精行 这个在 欧弥陀经里面 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们常常可以听到天月 而且呢 片处都是宝藏 就是黄金为地 另外呢 昼夜六时 这个是印度人 对一天的分法 白天分三个时段 晚上分三个时段 所以昼夜六时 就是整天的意思 那天上呢 还会不断地掉下来 叫曼陀罗花 雨天曼陀罗花 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像我们 这个娑婆世界 它不会下雨 也不会下雪 下什么呢 就是下天 像天女散花一样的 曼陀罗花 天月呢 就是指泛音 这是天上音乐 泛音 清静的意思 清静的音乐 那种音乐呢 绝对不是我们人间 可以听得到的 那曼陀罗花 叫做四溢花 四就是 适合的是 溢 深口溢的溢 为什么叫四溢花呢 因为这一种花 它又香又美 形色非常的好看 令人呢 会感到心悦 溢足 所以叫做四溢花 也叫做白花 这是属于天上的花 因为呢 掉下好多 又香又美的花 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 每天早上 起来呢 这个伊格 就是一种 步作的花器 他们呢 就捧着花 提着花 到他方世界 去供养 十万亿尊佛 不单只是供养 极乐世界 也供养 极乐世界以外的 十万亿佛 那 十万亿佛 可以一直供养到哪里 供养到哪里 从西方极乐世界 一直供养 一直供养 可以供养到我们 说佛世界来 因为经典说 西方极乐世界 离我们多远 刚好十万亿 有佛土 对不对 所以呢 每天早上 从西方极乐世界 一直供养 可以供养到 我们说佛世界 可以供养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 奥秘陀佛 也可以供养到 我们说佛世界的 释迦摩尼佛 那 供养 便得到什么 供养便得到福报 是不是 那 我们平常呢 拜佛 可以求到福报 那我们 这个 就是买花供佛 也可以求到福报 那当然 供养十万亿尊佛 也可以求到 十万亿尊佛的福报 这个福报大不大呢 非常大 你要供养 你要供养一尊佛 都已经很难遇到了 是不是 像我们现在 你说你要供佛 你去哪里找佛给你供 能够供养一尊佛的福报 是大的不得了 不用说供养一尊佛 供养一位圣僧 能供养到阿罗汉 福报就很大了 在佛的十大弟子里面 天眼第一的阿诺罗陀 又叫做阿纳律 阿纳律是印度文 翻成中文的意思 叫做无凭 无凭是什么 没有贫穷的意思 为什么这个尊者 他的名字叫没有贫穷呢 因为他曾经有一次 无量节前 他曾经是一位很穷的农夫 每天早上呢 他带着这个很粗糙的 这个叫拜饭 不是我们的米饭 拜子 我们现在很少人耕田 不知道拜子者是什么样子 他因为很穷 所以呢 他准备自己的午餐 是很粗糙的一个拜饭 那中午的时候 刚好 也一位辟之佛 就小胜的胜者 脱波 结果呢 是脱空波 那回来的时候呢 经过他耕田的地方 那他看到这位修行人 脱的空波 心里觉得很难过 就把自己唯一的这个午餐 就是这个拜饭呢 供养这位修行人 那供养完之后 这位修行人呢 就为他讲了祝福的话 那当这个修行人离开之后 突然之间 这个田里面跑来一只兔子 那这兔子呢 就跳上他的这个颈部这里 而且很奇怪 一跳到他颈部呢 好像就粘住一样 仿佛就长在这里 那他怎么抓都抓不下来 情急之下赶快跑回家 跑回家 请他太太帮他把这只兔子抓下来 那他再把这个兔子呢 一抓就抓下来 但是抓下来呢 仔细看 发现 这不是普通的兔子 不是普通的兔子 是什么 是一只金兔子 那他们本来是可以说 这个穷到无力追之地 那突然之间呢 这个来了一只金兔子 非常高兴 于是呢 就赶快把这个金块 等于是一个金块 把这兔子呢 切了一只脚 拿去变卖 换成钱 好过生活 那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脚呢 切掉之后 马上再 再长出来 所以一辈子呢 受用不尽 那如此呢 辗转 有91节 91节 91节 不受贫穷的果报 你看 供养一位 供养一位小圣的圣者 你就能够求得 91节 不受贫穷果报 福报大不大 大 比天还大 那我们现在 如果你要去找一位圣者 让你供养 找得到吗 找不到啊 所以要求这种福报 求得到吗 求不到啊 那你看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呢 不但可以供养到 一尊佛 还可以供养到 十万亿尊佛 而且不是只有一天供养 可以怎么样 可以天天供养 供养到什么时候 可以供养到你成佛 多好 每天早上都供佛 供养十万亿尊佛 然后一直供养 然后你的福报就一直增长 然后供养到你福会圆满 那这个 供了佛之后 就求到福报 然后呢 供了佛之后 佛一定会为你怎么样 为你说法 所以呢 福报也求到了 佛法也听到了 那 文法呢 就产生智慧 还有呢 这里说 是在 这个 很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供养 十万亿尊佛 为什么呢 这个供养完之后呢 回来 还是什么时间 吃早餐的时间而已 表示你供养十万亿尊佛 所化的时间很短 为什么很短 因为生到西方极烈世界之后 就有不可思议的神足通 所以神足通呢 就是你的意念 想到哪里 身体就可以到哪里 所以每天早上 你只要动意念 你想到这些世界 去供养佛 你的身体 就可以到这些 这么多佛前呢 供养 那接着呢 就是讲 他们供完佛之后 然后 急以时时 还到本国 饭食精行 诸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生到西方极烈世界 已经是莲花化身 不像我们这种 夜暴生 怎么还需要吃饭呢 事实上呢 这是一种比喻 这是以我们人间的生活习惯来表达 那西方极烈世界的众生呢 他们吃的是什么 我们说禅月为食 他们是以修行的法洗 禅月为食的 那回来之后呢 饭食精行 供佛 然后文法 然后精行的时候 就思维刚刚 十万亿尊佛 为我所说的法 那思维之后呢 就依教奉行 所以你在西方极烈世界 每天就是在修行 没有一点点时间浪费 像我们在娑婆世界 早上起来做什么 早上起来要忙着煮早餐 是不是 然后呢 早上起来要忙着上班 可能连礼佛三拜都没有时间 那把时间呢 就花费在生活琐碎上面 那我们往下再来看 下面呢 的经文 要讲 在西方极烈世界的环境 动物跟植物 父赐 舍利佛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孔雀 鹦鹉舍利 嘉林平杰 共命之鸟 这些鸟呢 有一些 在我们 看得到 在我们这个地方看得到 有一些 看不到 只有在印度 那边看得到 或者说 是在靠近喜马拉雅山 那边才看得到 那杂色之鸟 就是说 这些鸟的颜色 是非常华丽 优美 好看的意思 然后四株种鸟 那周月六时初和雅音 就是非常好听的声音 然后其音演唱 五根五立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如是等法 这个五根五立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其实讲的就是什么 三十七道品 那三十七道品 如果完整的说 还包括四念柱 或者四念处 或者四正琴 或者四如意足 然后五根五立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这都是修持解脱道的 这个道品 那三十七道品的基础 前面还有一个前方辩 叫做什么 五庭心 有没有听过 那这个五庭心 就是所谓的属习观 不敬观 慈悲观 因缘观 念佛观 修了五庭心 所谓庭心 是庭什么心 庭我们的妄想心 那修了五庭心之后 就可以进入修四念柱 那四念柱 是佛教很重要 很基础的法门 这个深受心法 这个是观什么 身嘛 观身是不敬 观身不敬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身体 因为身体欲望 所以我们会造业 另外一个 身体本身就是不干净的 那另外一个 是观受是苦 通常我们受有什么 有苦 苦受有乐受 有不苦不乐受 那苦受 当然就是苦了 那你说 那乐受怎么是苦呢 因为乐 是不是无常 乐是无常的 所以呢 一旦快乐将要消失的时候 就会感觉怎么样 感觉苦 我们说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是不是 相聚的时候很欢乐 但是呢 终究 这个时候一到 大家还是要分开 还有说 送君千礼 也终须一别 你感情再好 时候到 还是要分开 那因此呢 所谓 三种受 归结起来 还都是无常 应该呢 就是观受是苦 那观心无常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 想法 常常反反复复 还有呢 我们常常会执着 这个心理的念头 把这个无常的念头 当成是永恒不变的想法 那就是会给自己制造很多很多的烦恼 那另外呢 观法无我 法指什么呢 法指各种现象 包括身心世界 这个无有一法 不是在变化的 好 那这是简单跟诸位讲 这里呢 讲的是上期道品 因为时间关系 就不把它全部 就是做说明 那这些 声音呢 就是鸟出河的哑音呢 听了之后 集着世界的众生 文士音语 皆需念佛 念法 念生 这叫做有情说法 这个念佛 念法 念生 也就是念三宝 三宝 这是佛法的根本 缺一不可 所以 即使生到极乐世界 还是以念三宝为主 那 为什么念佛呢 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会见佛的词微 不可思议 因此呢 所以念佛 那 什么是念法呢 就是 听到 阿弥陀佛 或者诸大菩萨 说法之后 文法就欢喜 如影甘露 所以叫做念法 那什么叫念生呢 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可以见到诸大菩萨 而且是修行 已经成就的大菩萨 这些就是圣生 看到他们之后 我们并会生起 见弦思奇的心 因此叫做念生 这样了解吗 在我们佛七 有念回相文 就是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莲花开后 见雌尊 是不是 持尊是哪一位呢 就是阿弥陀佛 看到阿弥陀佛的庄严 心生感恩 念念不已 另外呢 倾听法音可了了 就听到阿弥陀佛说法 而且你想听什么法 阿弥陀佛就说什么法给你听 还有你心中有什么疑惑 阿弥陀佛马上为你解答 我们说善知识 善知识其中有个意思就是 你善知我心 我善知你心 那佛呢 就是最好的善知识 也就是说 佛呢 最了解你的根气 佛呢 最了解你的状态 那你身上希望极了世界 你心里想要听什么法 你最适合听什么法 佛清清楚楚 那你想听法的时候呢 佛马上为你说法 不必向我们说博世界 你有一个疑惑 要找人问 都不知道找谁问 还有呢 人家给你答案 也不知道对不对 若你幸运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 好不容易找到有人 帮你解答 若是解答对了 那真的是很感恩 那若是解答错了 你可能就被误导了 而且呢 在内言经里面还说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善知识已经很难找到了 反而呢 经典说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听起来很恐怖 但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个末法时代 你善知识很难遇到 反而呢 很多恶知识 很多邪师跟你说法 但是你 你根本分不清楚 因为他是二知识 他又不会写在脸上 说我是二知识 他是邪师 他也不会写在脸上 我是邪师 反而二知识 反而邪师 会装成很有修行的样子 反而很会吹牛 叫天花乱坠 那因此你上当了 你也不晓得 那这一上当呢 比吃到毒药还可怕 为什么呢 吃到毒药 毒害的只有你这辈子而已 是不是 那若是听错了佛法 那你八字田中 种下的就是邪知邪见 那将断了命 不是色生的生命而已 将断了是什么命 法生会命 那这些恶的因缘 恶的种子 在你未来 深深逝逝的修行当中 都还有可能在什么 在现行 很麻烦 所以呢 这个 求法 很重要 还有呢 为人讲解佛法也很重要 主师说呢 佛法你可以讲身 你可以讲浅 但是你不能讲错 讲错害的人 罪过很大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说念佛 念法念身 我们知道佛就是绝的意思嘛 所以呢 这里讲念佛 我们一念佛 一听到西方极略世界 这些鸟的声音呢 就觉悟了 就是念佛的意思 我们不怕有烦恼 只要你一觉悟 烦恼就空了 似乎有一句话 就是山不转 要路转 路不转 要人转 那这个 人不转 要心转 所以你一觉悟 就是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所以念佛就是让我们觉悟 一听到声音 就觉悟了 烦恼就转过来 转过来 烦恼就空了 那另外呢 不怕你做梦 一觉悟 梦就醒了 不怕你有生死 你一觉悟生死就了了 那不怕你是凡夫 你一觉悟 你就可以转凡成圣 不怕你走错路 一觉悟 你就回头是岸 那这就是念佛的意思 那念法是什么 法就是真理 我们顺着这个真理 你就可以行善 就可以悟到 那反过来呢 如果你迷了这个真理 你永远就在生死里面轮回 那念生呢 生的目的就是修行 明白了真理之后 就要起而行 那修戒定慧 然后灭贪嗔痴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么好 你听到这些鸟叫声音 你就觉悟了 听到这些鸟叫声音 你就明白真理了 听到这些鸟叫声音 你就知道要修行了 所以念佛念法念圣 那反过来呢 我们修博世界的鸟 会不会说法 不会 我们修博世界的 这些鸟呢 是来受报的 所以它们不会说法 那西方极乐世界 的鸟呢 不是普通的鸟 经典接着说 设立佛如物为此鸟 时是罪报所生 这个因为呢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院里面 它其中有一院说 设我得佛 就是如果我成佛之后 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 不取正觉 如果我成佛之后 我的国土 有地狱到众生 有恶鬼到众生 有畜生到众生的话 我就不成佛 那如今呢 阿弥陀佛已成正觉 所以呢 这鸟从何来 那设立佛呢 听到这里 心里就生了疑惑 那释迦牟尼佛 当然知道设立佛 心中生了疑 对不对 那这个有疑惑 就要马上帮他解答 断疑才能生性 否则这个疑呢 就变成一种障碍 心里的障碍 那因此呢 接着就要说 这些鸟 它跟我们 苏婆的鸟不一样 它们不是罪报 不是来受罪报的 为什么呢 彼佛国土 无善恶道 设立佛 其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识 就明白的告诉他说 西方极乐世界 连恶道的名都听不到 更何况有恶道的众生 但是这些鸟是怎么来的 世诸众鸟 皆是欧密陀佛 欲令法 因宣流 便化所作 诸位 我们在战佛记里面 有没有一句 就是 这个 光中化佛 无数义 化菩萨众 义无边 是不是 在欧密陀佛的战佛记里头 所以呢 欧密陀佛 他以 他的光明 可以化成 这些鸟 化成白鹤 孔雀 鹦鹉 还有色力 等等 的鸟 来说法 那这些鸟 就等于是欧密陀佛的化身 化身呢 不但可以化成人 也可以化成 这些鸟类 那 化白鹤 这个孔雀 还有呢 化这些 目的做什么呢 就讲说是为了 玉令法音 宣流 变化 所作 圣人 可以因应众生的需要 化成 这个 佛 化成菩萨 化成人 化成动物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 有情 是不是 那除了有情之外 还可以化成 化成无情 就是化成环境 例如说 诸位有没有拜过水灿 有吗 这个很有名 悟达国师的故事 那悟达国师呢 他 他 就是 曾经照顾一个生病的出家人 那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说 他是如果你有难 你到西蜀 那个蜀国就是现在的四川 的九龙山 山上呢 有两棵松树若记号 你到这里来找我 后来他就长了人命疮嘛 那就 群医束手无策 就想到说 当年这位病生 跟他讲的话 因此他就上山 想要去找这一位出家人 那果然呢 依着这个路线去找 就看到一座寺庙 而且这个寺庙呢 是殿与辉煌 就是非常庄严 非常大的寺庙 然后不但看到这个出家人 还看到 有其他的出家人 还看到一位童子 那第二天呢 这个童子呢 就带到 带他去用山面水 洗他人命疮 是不是 那当他洗了之后 通道醒过来之后 回头看到 寺庙怎么样 寺庙不见了 出家人也不见了 这个童子 童子也消失了 那可见呢 这个寺庙 这个出家人 跟这个童子 都是什么化现的 就是这个圣者化现的 那化现人 还化现什么 化现寺庙 那这就是 可以化现友情 也可以化现 无情的意思 那我们继续来看 设立佛 比佛国土 微风吹动 微风 就是指 形容风之美的意思 会令人身心舒适自在 那反过来呢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会有什么 有台风 有巨风 有暴风 微风吹动 珠宝杭树 吉宝罗网 出微妙音 为什么叫做微妙音呢 声音很优雅 叫做微 然后呢 能说妙法 叫做妙 声音呢 不但好听 而且还会说法 然后辟如百千种乐 同时俱作 闻事因者 自然皆生 念佛念法 念生之心 那 舍利佛 其佛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 庄严 就是微风吹动的时候呢 吹着这个珠宝杭树 这些珠宝杭树呢 或做音乐 或做法音 随众人的心 可以满众人的愿 那听到的人呢 身心清安 而且精进于道业 所以会自然的 生起念佛念法 念三宝的心 那这就是动物说法 还有植物也会说法 那我们再往下看 舍利佛 如一欲云合 就是佛 再叫一下舍利佛的名字 那你的意思如何呢 比佛何故好阿弥陀 这个 现在呢 就是问极乐世界 这个正报庄严 所谓的佛 的情况 舍利佛 比佛光明无量 这尊佛的光明无量 照十番国 无所障碍 事故 号为阿弥陀 所以阿弥陀佛 如果要翻 可以翻成 无量光佛 光明无量 为什么光明无量呢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里面 就说 舍我得佛 当我成佛的时候 光明有能限量 如果我的光明是有限量的话 下至 不照百千亿 哪由他 诸佛国者 不取正觉 如果我的光明 没有办法照到 百千亿 哪由他 就是骗照一切 诸佛国土的话 怎么样呢 我就事不成佛 而如今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 表示 他的光明 就能够照到 骗照一切世界 这就是 佛光普照的意思 不但能够普照 而且不受障碍 这个 一切都不能障碍 阿弥陀佛的光明 第一不能障碍 所以阿弥陀佛光明 可以照到哪里 可以照到地域的众生 海水不能障碍 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 可以照到 海里面的龙宫 墙壁不能障碍 所以阿弥陀佛 可以照到暗室里面 那下面呢 又设立佛 彼佛受命 及其人名 无量无边 阿生其解 故名阿弥陀 那这里 再讲一下 阿弥陀佛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 无量寿的意思 所以呢 阿弥陀佛还可以称作 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 所以他可以一直长寿说法 度众生 还有及其人名 他的人名呢 就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寿命也无量 所以可以一直修行 佛呢 可以一直说法 众生 可以一直修行 这样多好 你看我们就没有这个因缘 我们这个说法世界 释迦牟尼佛 他在我们世间 只停留多久 说法49年 是这样子 那我们自己的寿命 寿命也短 所以呢 听佛说法时间 很少 然后呢 可以修行的时间 也很少 因此我们在这个世间 没有办法 一直修行 修行 修行到那里成佛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可以这样子 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是没有生死 一直可以到成佛为止 所以呢 修行净土法门的人 看待死亡 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怎么说呢 死人马上就生了嘛 主位 就 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回向句里面 叫屈身必请 道连词 你们听过 我们大回向后面 愿我临终无尘碍 阿弥陀佛远相迎 观音甘露撒无顶 四字金台安我足 然后里面有一句就是 屈身必请道连词 这个所谓屈身必请 就是像壮士 很强壮的 有个勇士 他这个手背一弯一驱 比喻很短的时间 其实这还是比喻 真正生西方的时间 比这个还快 那 这个 所以呢 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寿命一结束 西方极乐世界 马上就莲花化身 而且一生就生佛国净土 因此呢 一个念佛的人往生 就是一件什么 叫做庄严的佛事 好像是我们在人间移民一样 你如果觉得这个国家不好 或者你的条件 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那 你在这个国家 一上飞机 离得近 在这个国家一离得近 马上在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什么 就是入境了 所以呢 索博世界的生命一结束 西方极乐世界 马上就化身 那生到西方净土 就是这么好 反过来呢 如果你不是求生佛国净土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在这个往生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随什么去受报 随业去受报 我们往生 有几种力量 会影响我们去处 一个就是随 随业或叫随重 哪一种业最重 就先往哪里去 另外呢 随习气 有的人贪心重 有人称心重 就去不同的地方 那另外呢 还随什么 念 灵中一念 因此我们很强调 为灵命中的人 祝念 是不是 灵中呢 如果你的心是安定的 去的地方就好 灵中呢 如果心烦意乱 千千挂挂 那去的地方 就不会很好 所以这个平常修行 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平常不下功夫 临终呢 要正念分明 恐怕有困难 什么都可以骗人 只有修行骗不了人 这个 世间呢 想要求得公民富贵 还可能有侥幸 是不是 考试 有时候还可以 刚好考的是你看到的 是不是 还有买彩券 买到刚好中奖 可以 只是说 好像很幸运 但是修行就没有这种事情了 一分耕耘 一定是一分收获 骗不了人的 那我们自己 我想诸位菩萨 都已经学佛一段时间 自己最明白 是不是 你有做功课 没做功课 对你的心情有没有影响 有啊 绝对有影响的 那如果 不做功课 不修行 也能解脱 那就不用修行了嘛 释迦牟尼佛干嘛那么笨 还要苦行 206年 好 所以呢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强调 发愿往生的重要 那这在后面呢 也会再三强调 就是 如果呢 我们不发愿往生 佛国净土 那可能呢 就随着 你的业力 流转 生死 那 你要流转到哪里呢 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要去流转呢 你也不知道 我们说 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嘛 人有 但细 祸福 你可能今天早上还快快乐乐 下午呢 就大祸临头 不知道 无常什么时候要来也不晓得 然后呢 什么时候要往生 也不晓得 诸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叫炎罗王的三封信 有吗 就是有人往生呢 到了炎罗王那里 跟炎罗王抗议 说你叫我来 怎么不先通知一下 这个我都还没准备好 来不及跟家里告别 炎罗王说 我已经写三封信给你的 他说我怎么没收到 那他说有啊 你头发有没有变白 有啊 头发变白 不就是一封信了吗 油黑变白嘛 就是什么 无常嘛 对不对 还有你牙齿有没有出问题 有啊 我们身上随时都在给我们写无常的信 今天很健康 明天可能就生病 说到这个呢 有时候真的也很难接受 就是最近呢 常常去医院 探望一些生病的菩萨 这个有的菩萨呢 他本来好好的 但是这个去检查 一检查就已经是 是挨末了 是不是无常 是无常 这什么时候要无常 我们都不知道 那无常来呢 如果我们不发愿生佛国净土 那就是业力就带着我们走 那走去哪里 做不了主 完全做不了主 那这个我们自己现在呢 健健康康就做不了主 何况生病更做不了主 我去医院 有一次我去安宁病房 看一个菩萨 已经住到安宁病房了哦 他没有学佛 那去关怀他 去关怀他 他从头 我跟他聊了好久 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精神还不错 而且这个 谈得很愉快 但是呢 他从头到尾 他跟我强调的 就是说 他不会死 他说 我绝对相信 我不会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然后他说完呢 他太太呢 马上在我耳朵旁边 跟我说 医生说他快死了 果然呢 没几天就往生了 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一段 要很珍惜这个法门 甚至呢 如果你平常不发怨 万一你走的时候 是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白天都做不了主 晚上睡觉跟做不了主 所以主师有说啊 你要看你的念佛功夫好不好 第一个呢 健康的时候 能不能念佛 是不是 第二个呢 生病的时候 能不能念佛 健康能念佛 还没有什么了不起 要生病也能够念佛 再来呢 顺境的时候能够念佛 逆境的时候 能不能念佛 当你在很生气 很生气的时候 佛还提得起来吗 还有呢 这个白天 醒着能够念佛 晚上睡觉 晚上睡觉能不能念佛 这个我们说睡觉 叫做小死 像死去一样嘛 那如果睡觉能够念佛 主师说如果你睡觉 在梦中还知道念佛 那往生就什么 就有把握 可是这种功夫 容不容易 也是要练习 但是呢 至少 就是要朝这方面去努力 然后呢 每天要发愿 发愿呢 有三个发愿文 很重要 一个就是我 最近几堂课讲的 愿我临终无障碍 欧弥陀佛允相迎 这个 这个是善导大师 所写的发愿文 另外一个 是慈云灿主的发愿文 叫慈云灿主净土文 有没有人会背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 愿以金光照我 慈世色我 我今正念称如来明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是啊 一定有很多人可以背起来 这个愿很好 那 而且呢 就是 发愿呢 在我们要灵命中时呢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这个 很重要 我们往生的时候 最好不要什么 身体不要有病痛 身无病苦 还有呢 心里不要有烦恼 不要有挂碍 不要贪恋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这个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 莲慈大师的净土文 或发愿文 这可能你们就没有人会背的 击守西方安乐国 还有什么 击守西方安乐国 接引众生 大导师 我今发愿 愿往生 我愿慈悲 哀色受 然后下面就有一段 发愿的内容 非常重要 那这三篇呢 看您觉得哪一篇 对您最相应 那每天呢 要恳切的发愿 愿力就是心力 在我们灵命中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愿力 引导我们 往生 佛的净土 很重要 那发愿呢 师父说 要天天发 要时时发 天天发 时时发 久而久之呢 力量就越来越坚固 这个 每天 最少 能够发一支愿 或者两支愿 常常念之再之 师父有说 如果 愿力很坚固的人 就是往生西方 愿力很坚固的人 纵使在 临终的时候 忘了念佛 那能不能去 可以去 为什么呢 因为偶一大师有说 得生于佛 主要在你 信愿之有无 就是能不能生 西方极乐世界 关键 在你也没有 对 阿弥陀佛 跟西方净土 生起信心 跟 愿心 我今发育 又往生嘛 你如果不愿意去 阿弥陀佛 也没办法 是你不去 你总不能 反过来叫佛拜你 拜托你来 是不是 那 所以呢 发愿 每天发愿 又往生 那再来呢 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会分 九品 刚刚是说能不能去 是不是 现在说去的时候 你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说 九品莲花为父母 为什么叫九品莲花为父母呢 就是莲花化身 那 佛不是应该要平等心吗 怎么生到我的国土 还分上下 九个阶级呢 其实九品都还只是 大略的说 应该说是有无量品 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分等级呢 因为众生念佛的功夫 有勤度 主是说的 念佛呢 有的人念的什么 有的人念的很用功 有的人可能只有把握 临终的时候 刚好善根成熟 因缘成熟 具足音念 或者具足思念 那这样子也能往生 那 如果呢 你念佛功夫很好 就像我们在 欧密陀经后面讲的 叫一心不乱 那你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决定是怎么样 是上品的 联品当然是很高 那 那如果呢 你是闪心念佛 可能去的联品 就低了 但是 不管是高是低 总是 一生永生 到了那里 决定可以 将来一定可以成佛 只是成佛的时间 就是有的快 有的慢 如此而已 好 那 因此呢 把握两个 一个是发愿 决定你去不去 第二个呢 要努力念佛 决定你的 联品 高低 还有呢 有人会担心 如果我在 灵命中的时候 忘了念佛 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呢 有啊 主师说 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现在念多一点 把它存起来 这个因果绝对不思 怕临终的时候 可能因为种种因缘 也许生病 这个也许有什么障碍 你无法念佛 那就现在 现在精进一点 随时分分秒秒 把握时间 多念一点 每念一身佛号 你就多了一份 往生的力量 每念一身佛号 你就多了一份 往生的滋量 这个道理 跟我们世间存钱一样 有人希望晚年好过一点 年轻就赶快什么 赶快努力一点 多赚一点钱 所以我们现在 多努力一点 临终往生 就更有把握一些 那接着呢 有菩萨会问 怎么样念佛 可以让我 念得比较 比较得力 怎么样念佛 可以让我 念得比较受用 还有怎么样念佛 可以比较容易 一心不乱 那我这里呢 先讲几个 给诸位参考 第一个呢 诸位有没有听过 识念法 有 也是慈云灿主 他所 跟我们介绍的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梳洗完毕之后 那 就是 用十口气来念佛 只会记得 用十口气来念佛 叫做以气 树心 就是 你每一口气 你每这样呼出一口气 一直到这个气 一直到这个气 没气了 你就 就一口气 然后 欧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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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怎么样 念到没气为止 不是念十句 不要搞错 这样 是十口气 十口气 一口气 能念多少声 就念多少声 这样了解吗 就一口气 欧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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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念 念到没气为止 念几口气 念十口气 这个方法 简不简单 很简单 每天只要 念十口气就好 然后念完 念完就念 慈云灿佛的 净土文 刚刚我们讲的 一心归命 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 念完就发愿的意思 那这 很简单 既念佛 又发愿 然后 每天早上 起来 就是这样念十口气 然后 最好晚上 也能够再念 十口气 这是对于我们 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念佛的人 开一个 方便法 你如果进行受 敬你这一生 都能够坚持 不断 那往生 那往生有份 你往生 有希望 但是这个方法 也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不能多 印光大师说 最多就是早晚各一次 就是早晚一次 两次 这个方法 如果用多了 伤气 那你了解吗 所以一次 早上就 十口气 晚上十口气 平常就 照一般的念佛方法 这是一个 那 第二个呢 就是告诉诸位 念佛 要刻定一个功课 就是每天呢 看要定数字 还是定时间 例如说 你每天 这个 要排多少时间 专心念佛 那其他时间 行处作 可以闪心念佛 或者呢 你排 每天呢 要念多少声佛号 那我看到像 憨山大师 就曾经为一个居士介绍 有位居士问他 他平日 怎么安排 修行 修净土法门 憨山大师 就跟他 这样子说 你就早上起来 一部欧密陀经 然后佛号 一万声 然后晚上呢 也是一部欧密陀经 然后佛号 也一万声 这样子就 一天至少两万声 是不是 然后其他时间呢 尽你的力量 念越多越好 这样简不简单 很简单吗 很简单啊 要成佛 总要付出点代价 念久了就习惯了 念久了 你不念还觉得难过 好像每天洗脸 一天没洗就很难过 我们 第二个就是说 要记述 念佛一定要记述 这个非常重要 主是说 念佛记述 佛号才可以入心 否则你念佛呢 这佛号像扶贫一样 没有根 不容易入心 念佛要记述 拜佛要记述 诵经也要记述 这对我们修情 这对我们修情来讲 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妄想很多 印光大师有教一个方法 他的方法呢 就是三三四 三三三三四声 欧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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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起来十声 那就三声三声四声 三声三声四声 但是这个方法也可能有一个状况 就是念久了 有的人头会发胀 或者头会痛 这个方法比较紧 所以如果你刚开始妄想很多 你可以先用这种三三四来对峙妄想 这个时候不用拿念珠 那如果当你念到呢 已经心安定了 杂念少了 你就只要一直念下去就好 这样清楚吗 再来呢还有一个 就是师父常常介绍我们的 诸位如果学过禅训班的人 应该也知道 就是属述念佛 我叫念佛属述 念一身佛号 数一个数字 这时候不能配合呼吸 念佛你不要配合呼吸 你配合呼吸 你念得快 你就呼吸 呼得快 吸得快 念得慢 你就呼得慢 吸得慢 到时候你呼快呼慢 你就什么 上气不接下去 那用师父这个方法很好 你念奥密陀佛的人 就是念奥密陀佛一 奥密陀佛二 奥密陀佛三 到奥密陀佛十 这方法的好处呢 第一个好念 第二个又好记 第三个呢 一断掉马上知道 中间呢 当你念到奥密陀佛 不知道多少的时候 表示打忘想了 怎么办 再回到一 然后如果念超过了 怎么办 回到一 我们有时候念到 会变机械式 那所以会念超过 有时候念到打忘想 所以会超过 超过的时候呢 就从一开始 这个方法 师父说 他自己用得非常受用 因此 他也鼓励大家 多用这个方法 那 不要觉得说 好麻烦 多了一个数字 其实多这个数字 很快就可以让你察觉妄想 或者我们一般人 都是闪心念 那你已经打忘想打了好久 才发现你没有在念佛 是不是 那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就像鼠息一样 你打忘想 马上知道 然后佛号断掉 马上知道 因此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回到方法上 那接着呢 就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不管你用哪个方法 你都必须要用的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心念心听 口念耳听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这样了解吗 你可能是默念 可能是金刚念 都可以 可能是初生念 都可以 就是一个原则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还有呢 第二个呢 就是 早上醒来 第一念 就要 怎么样 念 阿弥陀佛 这一点很重要 早上醒来 第一念 就念阿弥陀佛 你第一念 念阿弥陀佛 你第二念 就会继续 念阿弥陀佛 第二念 念阿弥陀佛 你第三念 就会念阿弥陀佛 那就一直念下去 因此呢 早上第一念 知道念佛的话呢 你下面念佛 就容易得力 那 反过来呢 我们 一般人 早上第一念 醒来 第一念是什么 是忘念 第一念是忘念 第二念也是忘念 第二念是忘念 第三念也是忘念 结果念念都是忘念 所以早上第一念 如果是忘念 接着你要念佛 就比较辛苦了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呢 只要养成习惯 绝对没有问题 第一念 记得 第一念是阿弥陀佛 不是Good morning 要记得 好 那一样的 有的人呢 睡眠品质比较不好 半夜也会醒来 那如果 睡到半夜醒来 怎么办 阿弥陀佛 这样了解吗 反正呢 一有知觉就是阿弥陀佛 一有知觉就是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那还有呢 回答一个问题 这是我舒服掉 我原先 以为 大部分的菩萨 对这个法门 都蛮熟悉的 我只是在跟大家复习 但是上一周 菩萨呢 说 他可能刚接触不久 所以呢 即使念佛呢 他有一些疑惑 所以在讲的时候 我疏忽掉 我们念佛呢 念阿弥陀佛 那也有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怎么讲那么小声 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因为经典里面说 直辞名号 就是 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因此 念阿弥陀佛 四字 那当然呢 有的人他觉得 多加两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他觉得 更感到恭敬 也很好 总之一个原则 你要用恭敬心 来念佛 自诚恳切的心 来念佛 那你喜欢念四字 就是念四字 你喜欢念六字 就是念六字 就这样子 那四字的好处 主是说 因为他简短 容易念 所以我们一般注念 都念四字 是不是 因为他简短 容易念 那六字呢 是感觉 多了 归一 南无 两个字 那看个人 有人喜欢四字 有人喜欢六字 都可以 都决定 可以往生 没有问题 那这是 把念佛 的技巧 总归 讲这些技巧呢 就是回到 那眼睛 大师至菩萨念佛 原通章里面说的 都色六根 敬念相继 就是要受色 我们的六根 我们平常六根 向外攀缘 所以呢 执着 那执着 说佛世界 那现在呢 我们六根 收色 回归一句佛号 然后呢 放下 说佛世界 求愿往生 就是这个原则 那 念这个佛的名号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念 同时还可以听 是不是 我刚刚有说 心念心听 口念耳听 我们说 都色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本来念佛 应该是希望能够 射住意根 就是妄想嘛 不打妄想 这是最好 这是情贼先 情亡 可是意根 很难射 意根念念 都在攀缘 在妄想 我们的心 叫心缘意 所以主师 为我们抉择 这意根 不能马上射的话 有一个扇角方便 射住什么根呢 耳根 说佛世界众生 清静在英文 耳根最立 所以耳根 如果一射住 其他五根 就很容易射 就是 你念佛 同时 也听 你这个佛号 念的时候呢 这个舌根 是不是被你射住了 是不是 然后 听的时候 耳根 是不是被你射住了 那就射住 两根了 是不是 那 然后念久了呢 眼睛也不会东看西看 耳根 是不是射住了 鼻子也不会执着 去什么 去 去贪着 这个嗅觉 也不会去贪着 那鼻根 也被你射住了 然后身体 也不忘动 是不是身体 这个身根 也被你射住了 这样子就五根 都射了 对不对 五根一射 剩下哪一根 一根 那一根渐渐 也可以被你射住 被一句佛号所射 那就形成 都射六根 这是最容易得力的一个技巧 就是心念心听 口念耳听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然后射 舌根 射耳根 接着呢 鼻根 眼根 生根 然后最后一根 那你就静念相继 这样清楚吗 这几个方法 希望诸位能够好好把握 这是从历代祖师们 他们的修正经验当中 为我们归纳起来的 善巧方便 非常有用 那我们继续来看 经文的内容 讲到 这个 阿弥陀佛 无量光 还有 无量寿 那 光 的意思呢 就是 比喻佛的 慈悲之光 智慧之光 就是佛的功德 那光 也可以说 代表 佛的功德 骗一切空间 光 骗一切空间 照 这是 一切国土 表示佛的功德呢 骗一切空间 那 受呢 代表 时间 表示 阿弥陀佛呢 在无量的时空当中 以他的功德 在射受众生 在加持众生 佛 有佛光 我们人 有没有光 有没有光 有啊 那为什么 我们不能发光 被烦恼 障碍住 眼睛 有没有光 有啊 不是有眼光吗 眼睛没光 眼就瞎掉了嘛 耳朵 有没有光 有光啊 耳朵 耳朵才能听啊 所以呢 呃 我们 本来也有光明 就是我们本来呢 也本具 跟佛一样的 悲跟智慈 悲跟智慧 可是呢 被我们自己的无名烦恼 所障碍住 那当我们念佛 以佛号 来净除我们内心的烦恼 久而久之 我们也能显现出光明 所以知不知道 净土中恶主 善导大师 又称作光明和尚 为什么称作光明和尚呢 他每念一身佛号 口中就出一道光明 然后呢 光中就有一尊化佛 这样清楚吗 每念一身 就一道光明 光明之中 就一尊化佛 所以念念 就现出一道一道的光明 然后呢 就是一尊一尊的佛 这就是念佛 念到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 又设立佛 比佛有无量无边 声闻弟子 皆阿罗汉 非是算术之所能知 诸菩萨众 亦父如是 设立佛 比佛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专严 好 这里呢 又教了一下 这个设立佛的名字 然后说 比佛有无量无边 声闻弟子 就是 阿弥陀佛呢 他有无量无边的 声闻弟子 而且都是大阿罗汉 数量有多少呢 非是算术之所能知 也就是数不尽的 那不但呢 这个阿罗汉的弟子 声闻弟子 有无量无数 然后诸菩萨众 亦父如是 菩萨 也是这么多 舍利佛 比佛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 庄严 这里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的声闻弟子 都是阿罗汉 那声闻的意思 就是用耳朵 听到佛说的 四圣地 还有三十七道平等 而见性开悟的人 那总共呢 就是从出国 一直到四国 阿罗汉 通常你如果 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说有上品 中品 然后还有下品 对不对 如果你通常 生到中品 上身的人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很快就可以 证阿罗汉 中品 终生的 要经过一段时间 然后中品 下身的 时间 会再更长一些 这个 阿弥陀佛 他成佛 已经有时节 那有没有度到众生呢 有 度到了 这个 这里呢 说阿弥陀佛 十节当中 已经度到了很多 无量无边的 生闻弟子 而且呢 都度他们成为阿罗汉 还有呢 这个 诸菩萨众 亦父如是 度了很多众生 也都成了菩萨 而且 也是 无量 无边 这么多 极乐世界呢 有这么多的 无量无边的 小圣 圣者 跟无量无边的 大圣 圣者 在庄严 这个国土 那我们往下 继续看 又 瑟利佛 极乐国土 众生 圣者 皆是阿彼 八字 其中多有一生 补促 其数 甚多 非是顺数 所能知之 但可以 无量无边 阿生 其说 就是说 说完了阿罗汉 说完了菩萨之后 接着呢 再说往生到 极乐世界的众生 那里的众生 是什么情形呢 都已经是阿彼 八字 阿彼八字的意思就是 是不退转 不退转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 为不退 什么叫为不退 不会退回变成凡夫 然后第二个呢 行不退 就是 不会退师 这个 从大圣退回小圣 不会退回小圣 另外呢 第三个 念不退 这是最高层次 就是念念呢 都跟佛的智慧相应 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至少未不退 你不会再退回变凡夫 但可以无量无边 阿生其说 就是说呢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 都是不退转的众生 那有的是为不退 不退回凡夫 这是至少 最起码的 另外有的进一步 他不会退回小圣 另外呢 有的更上一层楼 他念念都跟佛的智慧相应 那所以叫阿彼八字 而且不但如此 其中多有一身补促 什么叫一身补促 就是马上要成佛了 例如说我们苏佛世界 谁要一身补促 哪一尊佛将在这人间 弥勒菩萨 对不对 那西方极乐世界 谁要一身补促 观世音菩萨 补欧弥陀佛的位置 那我们这个世界呢 弥勒菩萨 补释迦摩尼佛的位置 那这里说呢 那里有许许多多的 一身补促的菩萨 那表示呢 你每天都会看到很多菩萨 要成佛度众生的 要成佛度众生的 这么好 这个 这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做梦都梦不到的 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一件事情 能 在这个苏佛世界 你能看到一个人开悟都已经是惊天动地了 那何况说是成菩萨 何况是将要成佛的菩萨 这个不用说开悟了 在这个苏佛世界 光要看到一个众生打坐做得好的就不容易了 有一回我们禅四十九 就是四十九天的禅修 有一个菩萨呢 他在这四十九天当中 他一支箱大概都可以坐十个小时 你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 他这四十九天打完 人也消失了 这菩萨我认识 是我接引他来参加的 这菩萨算是素式善根 他平常在家里也没有练习打坐 不像我们每天还要练习打坐 练习方法 很特别 他平常在家里就跟我们一样 过这样的生活 然后呢如果到场有禅修 他就去报名参加 然后呢一进禅堂 他就可以坐这么久 他平常一支箱 大概都可以坐上十小时 那最长呢可以坐到十六个小时 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好 他希望将来自己一坐能够坐二十四小时 这是他说他要努力的目标 所以那一次四十九天的禅修呢 因为我们奸相法师都一直在注意他有没有动 他如果一动赶快大家互相通知一下 结果呢他早上一坐就到下午 除非中午必须起来出坡 然后他告诉我 他早上一坐 这样子坐到晚上听师傅开示 他感觉呢这样一天下来 只不过只有两三分钟而已 我们一般人这个打坐叫做度日如年 或者更严重的叫一日三秋 他是一坛纸就一天了 你看一天才两三分钟嘛 那十九天才多久 这个很难想象对不对 自从我长眼睛到现在 一直看到这么一个 所以呢在这个人间 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不用说要去看到一个开悟的人啊 你要看到一个打坐做的这么好的人 你都 你都很难啊 很难见到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 这个稀不稀奇 这哪算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 要么阿罗汉 要么就是菩萨 还有更多更多的 每天都会看到很多人 要成佛了 马上呢 就要去度众生了 所以为什么 说但可以 这个 无量无边阿僧奇说呢 就是说呢 你说要讲这些菩萨有多少位呢 讲是可以讲 可是讲得完吗 讲不完 讲无量节都讲不完 告诉你 某某某菩萨 要到哪个世界成佛了 又某某菩萨 又要到哪个世界成佛了 又某某菩萨 要到哪个世界 就这样一直讲 一直讲 讲了几万节都讲不完 无量阿僧奇节 你想到的数目 都还超过 有这么多 你看 因此 如果你能够 升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每天 都会看到人家的成佛 好不好 太好了阿 不用说看到人家成佛 光我们在这个人间 如果你能够一辈子 看到一个开悟的 好不好 好阿 不用说看到一个开悟的 光我看到一个人 打坐十小时 好不好 也很好阿 不然你要看到什么 都是看到动来动去的 你看 极乐世界就是这么殊胜 如果你在人间 你要看到一尊佛成佛 要等 等多久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你就慢慢等 等到五十六七千万年 才有另外一尊佛 来说法给你听 才有另外一尊佛 来度你 好 那我们继续 对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 不退转 归纳起来 可以说菩提心不退 菩提愿不退 还有菩提行不退 最后还有一个菩提果不退 这样记得吗 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发菩提愿 阿弥陀佛呢 以他的菩提心 在四字 在亡如来前 发了菩提愿 是不是 然后呢 医愿起行 所谓起菩提行 然后呢 这个 修行圆满 就证菩提果 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不退的意思 那我们梭博世界 就靠不住了 你今天不退 可能明天就退了 那你今年不退 可能明年就退了 还有呢 你这辈子不退 可能下辈子就退了 谁都不知道 师父说呢 他在美国组织残期 有的人打完残期之后 很受用 很感动 就来跟师父说 师父 我会一直跟着你 会跟到你往生的时候 都还在你身边 结果呢 没多久人就不见了 这个说不准的 说佛众生就是如此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有讲一个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有没有看到 这个说一者和 得以如是 这里有强调一个 舍利佛众生闻者 应当发愿 这个很重要 释迦牟尼佛 把西方极乐世界 的大环境 七重南笋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这些庄严讲了 还有把西方极乐世界 的依报 极乐世界的菩萨 佛 还有众生 这是正报讲的 然后呢 也把一报讲了 对不对 一报是什么 一报是环境 就是树也会说法 那风呢 微风吹动 发出声音 也会说法 也会说法 正报 一报 还有大环境 都说了 那讲到这里呢 就告诉 我们说 听到这里之后 接着就要发愿 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为什么要发愿呢 因为 得以如是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这个诸上善人呢 主要就是指 一身补促的菩萨 因为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你就可以一直修行 修行到 一身补促 即将成佛 那 反之呢 如果你是在 收博世界 你跟谁聚会一处啊 跟阿修罗聚会一处 这个 在西方极乐世界 环境就是这么好 这个 众生就是这么好 所以呢 会让你 一直得到是 修行的善缘 因此你不容易 不容易退转 那 如果你在说博世界 那就不一样了 说博世界 诸位有没有听过 要孟母三千 孟母为什么要三千 就是要找到一个好地方嘛 让他孩子好好在那边修 还有在那边学习嘛 那 还有呢 我们说博世界 叫 敬诸者赐 敬末者黑 你如果遇到二知识 遇到邪师说法 你可能就不能修学正性的佛法 不可能具足正知正见 或者呢 你可能就退了道心 还有呢 我们也听过 入孜然之势 久而不闻其乡 入鲍鱼之势 久而不闻其臭 你在 说博世界 整天在烦恼中 也不容易察觉自己在烦恼 就像喝醉酒的人 一直都说自己没有醉 这个 很不容易修行 那 接着呢 要讲往生的条件 舍利佛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虽然奥弥陀佛 开的方便法 是这么大 但是呢 众生自己 要具足善根 具足福德 跟具足因缘 这三个条件 那什么是善根福德因缘呢 这根据廉词大师的说法 凡是念佛 念的少的人 就是少善根福德 那相对的 念佛念的情的人 就是怎么样 就是多善根福德 这样了解吗 这里说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 就是要念佛念多 那 因为呢 你不念佛 所以你善根就不够 所以 因为你不念佛 所以福德也不够 那这里就强调 那这里就强调念佛 就是往生的正因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主要的这个因呢 有因才能感果 主要的因就是要称念 阿弥陀佛的圣号 因此下面经典经文继续说 社利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执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是人忠实 忠实就是临命忠的时候 当一个人临命忠的时候 他这一生的福报也尽了 这一生的业报也尽了 样样都尽了 这一生的念头也尽了 来生马上就要开始 然后此时呢 心不颠倒 吉德往生 阿弥陀佛 吉乐国土 社利佛 我见势力 我因为看到 有这样子的利益 故说此言 若有众生 文士说者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这里是不是又强调一个什么 发愿 有没有 这一段很重要 前面讲往生的条件 讲到 上跟福的因缘 那连池大师的解释 能念佛的人 就是具足上跟福的因缘 不念佛的人 就是少上跟福的因缘 那因此 下面呢 就直接讲 怎么念佛 也就是修行的方法 这里呢 这一段在整个净土法门 跟整部欧密陀经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指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修行方法 叫做慈明念佛 欧密陀佛 我们说 叫做无量光 无量寿 是不是 那光呢 刚刚我讲 就是欧密陀佛的功德 骗一切空间 无量寿呢 代表欧密陀佛的功德 骗一切时间 所以一句欧密陀佛呢 就含色了欧密陀佛的所有功德 因此呢 古来祖师 常常告诉我们 一句欧密陀佛 便含色三藏十二部经典 也就是佛陀一代识教 就含色在一句欧密陀佛的圣号之中 那明朝 一位很伟大的祖师 莲慈大师 他就说 三藏十二部经典 留于他人物 我老生还是一句 南无欧密陀佛 三藏十二部经典呢 就让有兴趣的人去悟 那我老生呢 就老实的念一句欧密陀佛 叫老实念佛 这个林池大师不是普通人 他被日本的学者呢 比喻为 静待中国佛教的曙光 也就是静待中国佛教的希望 是一位大禅师 但是也是一位弘扬净土的净土宗第八祖 而且呢 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典 非常伟大 因为这位祖师的修行 道德特别的了不起 所以也曾经敢得文殊师利菩萨 变成一个童子 到他的道场来参访 那他们两个人对话 非常有意思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呢 变成一个童子 来参大师 然后呢 林池大师看到这个童子 这个就问说 看到你脚上 两脚有泥 必是远来客 你脚上有泥土 想必是远方来的客人 这个童子就说 文之莲池水 特来洗一洗 这是松关语 为什么我从远方而来呢 听说这里有莲池的水 所以我要来这里洗一洗 那莲池大师就说 莲池生万丈 不怕淹死你 我莲池的水 不是普通的水 生有万丈 也就是 是生不可测 不怕淹死你 那这个童子说 我可以两手攀虚空 一脚踏到底 智慧的对话 非常精彩 所以可见 这位祖师不是普通人 被称作中国近代 佛教的曙光 有他的道理 他一生专门弘扬禁毒法门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参禅 大侧大物 后来到了 现在杭州 那边云漆 那个云漆山 相传这个山上 常常 鸟绕着 这个五彩的云雾 祥云 所以叫云漆 祥云漆在那边 亭漆在那边 叫云漆 他在那边修行的时候 本来山上很多老虎 所以他要到这里修行的时候 山下的村民都极力劝阻他 因为每年都有虎患 伤了很多人 咬死很多人 劝大师不要去那边 但是他偏喜欢这个环境 所以他就上山去修行 然后好久呢 村民都没看到他下山 想说大概 大概不妙了 那就结伴上山 去看他 一看安然无恙 才知道原来不是普通人 果然不是普通人 那有一年 当地就是旱灾 常年不雨 这个农作物都没办法 生长 所以地方的官员 还有老百姓 就邀请他 出来帮忙起雨 但是大师他很谦虚 他说我没有修行 我什么也不懂 但是老百姓 苦苦相求 大师说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唯一会的只有念 阿弥陀佛而已 这些老百姓说没关系 你会念阿弥陀佛 那就带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于是他就带着村民 然后拿着沐浴 大家就沿着田耿路排队 然后一路上边走就边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不可思议的 他脚走到哪里 雨就下到哪里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所以老百姓很拥戴他 马上大家主动的为他在山上 就建了一个这个道场 就建好了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云期 这地方 几年前我去杭州顺便去看了一下 庙已经被拆掉了 现在变成游览区 好像是茶艺馆吧 我刚开始就确定 这叫云期没错 怎么进来呢 都没有寺庙 不过莲池大师的这个坟墓还在 主委以后有姻缘去杭州 可以顺便从地图上 找到这个云期这个地方 要买门票 然后可以去缅怀祖师 可以去莲池大师的这个坟墓前 向大师典礼 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重点 今天最后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给你们听 让你们不得不念佛 这是真实的故事 在普罗山以前 有一个出家人 叫了秦和尚 他在家的时候 常常送金刚经 有一天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 梦见看到有一辆车 然后载了六个美女 那这六个美女呢 在车上殷勤地招呼她上车 因为美女招呼嘛 所以她就真的上车了 然后这部车呢 就开到乡下的一间房子 那这些人呢就下车 那这六个美女呢下车之后 就钻进这间房子的一个小门 就钻进去 那这个居士呢 就是了而秦和尚出家前 她就殿后 看六个美女进去 她也想钻进去 瞧瞧看 结果呢 前面六个都进去了 对不对 轮到她要钻进去那个门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金刚神出现 金刚神就像我们说 像那个尾托菩萨这样子 像献大将今生 然后拿着金刚柱 就把他拦下来 拦下来做什么呢 他说 使金刚经者不准进入 他平常念金刚经嘛 然后跟他说 念金刚经的人不可以进去 但是呢 他就是不信学 想要硬闯 那金刚神呢 情急之下 便拿这个金刚柱 往他头上一挥 把他打分过去 那 昏了过去 再醒来 这时候就发现 原来他现在是躺在床上 那 通声冒冷汗 但是 这个鼻子啊 隐隐约约 可以闻到一种味道 什么味道 蛛食的味道 所以 心中害怕 所以就不敢再睡觉了 怪事 那等天亮之后 他就寻了他 晚上做梦的那个梦境 所到的地方 果然真的看见那一间房子 然后呢 也看到他们要钻的那一个小门 他发现呢 原来那不是门 那是一个 是一个污水的排水孔 那 因此他就 从正门绕过去 去拜访里面的屋主 才知道说 原来这间房子不是一般的房子 这间房子是一间租社 那他就问这个主人说 昨天晚上啊 你这个房子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昨天 这个梦见 有看到六个女孩子 跑来这里面 那这个主人就说 昨天晚上 我们家猪舍里面的一头猪 生了七只小猪 然后呢 有六只是持的 一只是熊的 但是呢 这只公的呢 生下来马上就摔死了 那马上呢 那他就带他去看 果然看到六只小猪 然后呢 其中有一只公的吃死掉了 所以他想说 幸好有遇到金刚神 如果不是遇到金刚神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了 变成小猪了 这个 因此他呢 想到说 哇 这叫轮回路险 过去生造了什么也不知道 那 这辈子要去哪里轮回 不晓得 那他呢 会有这个因 会有这个结果 表示过去生一定中了什么 中了 中了猪的因 但是 这辈子幸好有修行 有送金刚经 因为金刚经的加持力 三宝的加倍 免得去 去投猪胎 所以呢 他 就真的把这个世间呢 看破跟放下 然后 到普陀山去求出家 他呢 这个 跟他的梯度师父 把他出家的原因 说明之后 师父就跟他取一个名字 叫了情 叫了情和尚 那 这里呢 就提醒我们 念佛修行 要及时 因为你随时会遇到无常 什么时候无常要来不知道 第二个呢 我们往昔身中造什么业 不晓得 哪时候要到二道去不知道 我们说一失人生 万劫不复 如果这一不幸 像 他这样子 万一真的成了一头小猪 什么时候再得人生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就一直只有受报 三二道就是刀图 血图 火图 什么时候受完报 不晓得 受完报之后 还会不会遇到佛法 不晓得 这个要求得解脱 遥遥无期 这就讲业力的可怕 前面讲修行的重要 因为无常一来 再来呢 就告诉我们 要发愿 发愿往生 如果不发愿往生 这一生纵使不多恶道 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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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生 不够恶道 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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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生 怎么样 不够恶道 而且呢 上一周有告诉诸位 祖师 祖师提醒我们 就是 结第三世磨冤 是不是 我们这一次 多少 就是听闻的佛法 修学佛法 累积了福德 累积了上根之良 那可能来生呢 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福报 一得到很大福报呢 就会迷失 迷失在福报里头 那迷失的福报里头呢 就不容易觉悟 那不觉悟呢 就不知道真理 不知道真理呢 那就会造业 造了业就受报 叫祸业苦 那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轮回 那何苦来哉 那今天呢 既然听到了 净土法门 可以一生永生 而且呢 方法就这么简单 什么方法 念佛就好 那 念佛呢 便能够督色六根 再配合 一个发愿 然后发愿文 又很容易 你们诸位回去 可以看看 我跟诸位介绍三个发愿文 很短对不对 背都能够背起来 很自人恳切的念佛 很自人恳切的发愿 那到临命中时呢 自然 因缘成熟 那就可以 在这个说佛世界的因缘尽人 那 那马上呢 那马上呢 在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就化身了 而且 经典里面说 如果有一个人 有人 在说佛世界 发愿 求生西方净土 有人呢 在说佛世界 就是开始念佛的话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马上就有它的 一个莲尾 你就有一朵莲花在那里出现 那当你这一生生命 就是受终的时候 一结束 马上就在那里化身 那你如果越念佛 越精进 这朵莲花就越开 越大 就越来越庄严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念一念 退转了 你的莲花会变怎样 就越来越小 乃至小到就不见了 就是这样 在因果同时 越精进 莲花就越大 越庄严 那你越懈怠 莲花就越小 因此很简单 修这个法门 只要你信 你发愿 便能得生净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有上中下下三品 但是呢 祖师们告诉我们 这个宁生西方下下品 也不在人间做人上人 这样晓得吗 为什么宁生西方下下品 不做人间人上人呢 因为即使下品下生 你迟早都还会花开见佛 一见佛呢 听佛说法 业障就消了 那最后呢 还能够闻法得物无声忍 那你便成为大菩萨 那一生成佛 那如果你在人间 纵使让你人上人 什么叫人上人 最多让你当皇帝 对不对 最多让你当国王 当了皇帝 当了国王 只有什么 只有享福跟造业 福报享完了 业造多了 最后怎么样 最后就多二道去了 一生 几年的福报 享福 然后呢 患得永结 可能低于的苦 值不值得 不值得 因此相较之下 还是要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是今天呢 最后跟诸位在强调的 那我们归纳一下 今天所讲的内容 第一个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早上 可以去供养佛 是不是 供养多少尊佛呢 十万亿尊佛 供养佛就求得福报了 供养十万亿尊佛 就求得十万亿尊佛的福报了 这个福报是大的 不可思议 然后供佛之后 佛为我们说法 就听佛说法之后 得到智慧 因此 又修福 又修慧 福慧都具足 那接着呢 下面又说 西方极乐世界 的这个 众鸟 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嘉陵 平且 共命之鸟等等 他们呢 日月六十 出和雅音 然后呢 听到声音 我们都知道 要念佛念法 念身 念佛呢 可以觉悟 念法呢 你可以明白真理 念身呢 你就跟着这一些 圣身 就是大菩萨一起修行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讲 回答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鸟 是怎么来的 这些鸟 不是像我们人间 这些 受夜报的 恶道众生 这些鸟 是奥密陀佛 欲令 把音 宣流 变化所做 为了让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时时刻刻 都能够念佛念法 念身 所以呢 变化 这个 所以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偷懒 也不可能 你想懈怠也不可能 你想打妄想也不可能 你想有烦恼也不可能 因为念念都是什么 佛法身 念念都可以觉悟 念念呢 都明白真理 念念都想修行 到了那里 一心一意 就只有往成佛的大道 一直走 反过来呢 如果我们说佛的众生 地藏经说 这个 我们 言福提众生 这个 念念都是什么 念念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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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那 再来呢 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微风 吹动珠宝杭树 那 无情的风吹 无情的树 也会说法 也会让你念佛念法念身 然后 下面 又说 阿弥陀佛 是什么意思 叫做无量光 无量寿 光跟寿 代表阿弥陀佛的 慈悲 跟智慧 騙一切时间 騙一切处 然後阿弥陀佛 成佛多久了呢 于今十节 十节 其实 算是一个 很短 因为阿弥陀佛 还有无量节 的寿命 十节 是很短的 那这十节 度了多少众生呢 当然很多了 度了很多 僧文的弟子 而且到了那里 都成阿罗汉 然后度了很多 菩萨到的根器 的众生 到了那里 成为大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由阿罗汉 跟大菩萨 作为庄严 然后再来呢 告诉我们 要发愿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得以如是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就是 诸上善人 就是这些 一生补出的大菩萨 你可以跟 每天跟大菩萨在一起 就像谁呢 就像观世音菩萨 就像地藏王菩萨 就像普贤菩萨 就像弥勒菩萨 每天跟这些菩萨在一起 那而且呢 多得不得了 因此每天都可以看到 有像这样子的菩萨 成佛了 去度众生了 那再来呢 就讲到往生的条件 这么好的地方 怎么样能够去呢 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然后下面讲 什么样子的众生 才是有善根 有福德 有因缘得呢 就说要念佛了 执持名号 那执持多久呢 有的一天 有的两天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就是有的人念一天 有的念两天 有的念三天 有人念四天 乃至念七天 这是为什么讲这样子呢 这就是说每个众生的善根不一样 有的人念一天就一心不乱了 有的人一天没办法一心不乱 没关系 念多久 念两天 有的念两天 没有办法一心不乱 没关系 念多久 念三天 念三天不能一心不乱 继续念 乃至念七天 好 然后呢 第一个七天 没有念到一心不乱 没有关系 再来个七天 第二个七天没有一心不乱 怎么样 再来个七天 就是一直念下去就对了 那 那 但是这里解释一下 在 欧命陀佛的 愿望 愿里面呢 一心不乱 当然 往生的品味 廉品很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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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 这样子好像 看起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 人家一天就可以一心不乱 或者七天就可以一心不乱 那我们已经念几年了 佛妻有人打过好几遍了 怎么也没有一心不乱 这是因为我们修行的起步比较慢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心念佛 惭愧心念佛 人家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有那么多人 不但去的西方 都已经要成佛了 是不是 一身补处嘛 不但已经生到那里呢 都已经是将要去十方世界度众生的 我们还在这里 还在这里 投出投没 所以呢 要更深惭愧心 自己的上跟福的因缘 过去的生就是没有种好 没有培养好 所以此生更应该努力一点 千万不能说自暴自弃 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看到 在佛陀时代 不用说念一天一心不乱 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说 有出家人呢 来见佛 佛呢 只跟他说了一句话 叫善来比丘 意思是说 你来得正好啊 比丘 这个出家人呢 一听到这句话 马上就证阿罗汉 根本要不要一天 就根本就不用一天嘛 那为什么我们听到善来比丘 没什么反应 善跟福的因缘的关系 但是 总之呢 听到了这个 净土法门 听到了奥密陀经 就要对自己有信心 反过来说 你没有善根 你遇不到净土法门 你没有善根 你听不到奥密陀经的 同样的 同样的 你没有福德 你没有因缘 也遇不到净土法门 你没有福德 你没有因缘 你也听不到奥密陀经 虽然说我们根气没有那么利 但是呢 希望无穷 所以从今以后好好 集起直追 希望能够一天就一心不乱 没有了七天一心不乱 第一个期没有一心不乱 第二个期第三个期 也让他一心不乱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剩下的最后堂课 下一周 有吗 还没有遇到水路 下一周继续 就圆满了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